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致力于调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 中国国防部日前宣布的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相信也成为这次访问的焦点 稍后我们将和北京连线为您掌握相关的最新消息 另一方面 除了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亚洲之行之外 英国首相卡梅伦过去这个周末也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 这次访问不仅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后 英国首相首次访华 也是两年多来中英最高级别的双边接触 因此备受关注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将和伦敦连线 看看欧洲方面的看法 首先我们就先来关注乌克兰的消息 乌克兰抗议者继续进行反政府示威 这场抗议活动的导火线 是亚努科维奇总统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一在首都基辅的中兴广场露营 一天之前十多万抗议者在基辅举行集会 要求亚努科维奇和他的政府辞职 连日来乌克兰的示威活动不断扩大 一名抗议者星期一在基辅中兴广场的集会上说 他们决心坚守在广场 乌克兰议会议长利巴克在乌克兰电视上说 他预计当局将在星期一与反对派进行谈判 他还表示亚努科维奇总统支持示威者 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 星期一清晨 泰国政府军与反政府示威者 仍然在首都曼谷的政府大楼和警察总部外紧张对峙 抗议者原本把星期日定为胜利日 计划在这一天推翻英拉总理的政府 但没有能达到占领政府大楼 总理办公室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目标 防暴警察连夜使用催泪弹 高压水龙和橡皮子弹 阻拦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数千名抗议者 抗议运动的领导人 速贴特速班星期天说 他会见了英拉总理 并拒绝放弃抗议运动的要求 也就是英拉政府必须下台 由一个任命的委员会接管权力 泰国军方表示 在这一场冲突当中保持中立的立场 接下来 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亚洲展开为期六天的访问 目前美日两国和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近日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而趋于紧张 日本星期一强调 要继续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拜登星期一首先访问日本 随后还将访问中国和韩国 上个月北京宣布在中国和日本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太平洋岛屿上空 设立防空识别区 中国要求所有飞越该空域的飞机通报飞行计划 而日本拒绝这么做 日本那个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说 日本商用飞机飞越中国化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时 不会通知中方 他说 我们的立场不会改变 在谈到美国航空公司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时 菅义伟说 我们肯定美国政府没有命令民航公司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 以遵守中国新宣布的防空识别区的规定 菅义伟说 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 日本将就这一问题和美国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上个月北京宣布在中国和日本都宣称 拥有主权的太平洋岛屿上空 设立防空识别区 中国要求所有飞越该空域的飞机通报飞行计划 而日本拒绝这么做 美国无视中国的要求 已经派遣军用飞机飞越该空域 但是建议美国商业航空公司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 美国之音BOA卫视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1号 启程飞往日本 中国大陆和南韩 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不过由于中国最近宣布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 引发了东亚地区紧张的关系 因此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这次东亚之行 格外的引人注目 拜登今天访问日本 之后会访问中国和韩国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虽然拜登访问的中国行程 已经早就预定好 但此刻正值的敏感时刻 各界都相当关注 拜登的亚洲之行 对于热衷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奥巴马政府 会有什么发展和影响 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BOA卫视记者东方 请他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东方你好 你好 依华你好 是的 这次中国的媒体已经表示了 对这次拜登的亚洲之行相当的关注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这个相关的讯息 还有这个中方媒体 他们是否很好奇 拜登的这次亚洲之行 到底是来心思问罪 还是来劝和的呢 是的 这一星期呢 有好多中外元首到北京来 其实大家最瞩目的 最盼望的是个 拜登访问北京的执行 那么知道拜登呢 现在这个访问日本 他在日本呢 首先需要协调的一个 就是美日之间对民航飞机 是否向中国通报航线 这个方面的立场 那么我们刚才听新闻里面 也听到了啊 就是美国政府呢 基本上啊 同意啊 就是这个建议啊 美国的民航飞机在通过中国刚刚宣布的防空识别区时呢 要通报自己的飞行计划 那么这件事情呢 和日本方面的立场不同 所以日本方面呢 已经通过外交途径 今天传出来的消息呢 就是美方确认 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 并没有命令 没有要求 民航飞机 我们注意这个词呢 用的是建议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建议呢 因为这个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人命 对人权 对这个飞机上 民航飞机上 三百多个人 四百多个无辜旅客 生命的重视 万一出现了什么事情 这个有美国人的生命受到损失的话 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想主要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并不是说非要和这个 像中方所说的这样 非要在拜登访华前夕 向中方释出善意的信号 来凸显出呢 美日在这个议题上立场分化 让日方处于尴尬的位置 这些观点呢 都是今天呢 中国这个媒体上的广泛 在讨论的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中方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呢 当然是大报特报 说美国国务院啊 这个建议 建议中国民航啊 所以建议日本的这个三大航空公司 就是Delta 达美 美联航和American 和这个美利坚航公司 在飞越这一段领空的时候呢 向中方通航航线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介绍另外一句很关键的话 就是说 美国这一词举并不意味着 承认中方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同时呢 美国军用飞机 特别是五角纳楼的军机呢 将继续在中方所划定的识别区内 飞行训练巡航 而且根本就不会向中方通报航线 开放无线电波 那么有些中方学者呢 也确实注意到了美方的立场 那么他们把它这个总结为啊 美方军事强硬 商业务实 这个呢 这一点总结呢 倒是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实际 因为美方关于这个民航的这个考虑呢 恐怕也是考虑到商业利益 和飞机场旅客生命的安全 那么我们知道最新的消息呢 就是29号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军队呢 现在每天我强调一下啊 每天都会进入中国新设立的防空识别区 而不提前向中国外交部 中国政府报告 我们看到法新社有个报道说呢 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就说 我们的日常飞行呢 飞越太平洋上空的国际空域 这个国际空域呢 当然也包括中国刚刚公布的 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么这就是在公海上空飞行 这些飞行任务 当然属于啊 符合美国长期奉行的通航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 适用于世界上的各个地区 所以呢 我们这个会继续的执行这个任务 那么 美国在这个 中国的东海航啊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飞行活动呢 可能现在啊 反而比人民此前预计的更加广泛 美国五角大楼有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呢 这个根据法新报啊 法新社的援引说的 美国空军在今后执行任务 所驾驶的飞机类型 我们现在啊 没有具体说明 另外呢 飞机上是否携带武器 那么也没有具体说明 所以呢 现在这个东海上空啊 确实是战云密布 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这个发展 我们要拭目以待 拜登访问北京的 本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新闻里面也提到了啊 是事先早已经这个计划好的一个访问 原来呢 大概主要是想探听一下啊 中国在三中全会以后 实行的外交和内政政策 和利用它和这个习近平主席 所建立的友好关系 加强和北京的这个互动 那么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呢 我参加了一个美国大使馆举行的 一个大使园桌会谈 谈的是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是知识产权 那么呢 我遇到了大使馆官员呢 我向他们说 拜登马上就来了 如果这一次 上一次拜登到股楼啊 和普通的北京老百姓 一起吃那个摇记炒干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新闻价值啊 我们希望这一次 如果再安排类似的举动 一定要通知美国之间 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赛啊 我们一定派 我们一定去拍 去和这个拜登啊 副总统呢 一起啊 共襄胜举 那么他回答是呢 说拜登的那次活动 是美国大使馆组织的 最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活动之一 但这一次呢 可能没有这么sensation啊 没有这么具有戏剧性 但你呢 这个拜登是不是还会到 北京一家普通的餐馆 和中国老百姓一起用餐 那么被啊 他会展出啊 他会展现出一个 什么样的亲民举动 那么也是拜登这次 反华的悬念和看见之一 啊 好的 谢谢东方 我相信各界也都相当的关注 这个拜登他的亲民的举动 这一次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还有报道呢 欢迎您随时登入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英国首相的亚洲之行 时事大家谈节目已经登录各个社交媒体平台 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at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 slash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 at时事大家谈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 电邮地址是 voa大家谈 atgmail.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新闻 英国首相卡梅伦 星期一抵达北京 展开围棋三天的访华行程 这是英国历来规模最大的访华代表团 中英两国领导人表示 要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 推动两国未来的开放 和包括人权问题的对话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 星期一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 两国领导人就范围广泛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 之后见证了两国在投资科技创新司法等领域 十个合作文件的签署 在两人的联合记者会上 中国总理李克强说 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 愿意探讨进一步开放两国贸易的机会 英中两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更加开放和对话 给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带来互惠互利 一个开放的英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的理想伙伴 这是自卡梅伦去年5月会见访英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来首次访问中国 批评人士普遍关注他会否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谈及人权问题 卡梅伦在记者会上没有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卡梅伦说两国的磋商还应包括看法不同的议题 英国期待着明年初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 卡梅伦去年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 招致了中国强烈不满 中英经济交流受挫 在卡梅伦承诺未来没有会晤达赖喇嘛的计划之后 两国经贸交流在10月份恢复 卡梅伦此次率英国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有包括六位部长和劳斯莱斯 捷豹路虎汽车英国石油 巴克莱银行等100多名商界领袖 预计卡梅伦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商界和学生代表 他将于星期二前往上海金融中心访问 BOA卫视报道 刚刚新闻中提到 英国首相卡梅伦今天开始访华 寻求中英关系的破冰点 卡梅伦去年曾经接见过达赖喇嘛 惹怒了中国领导人 并使得英国和中国的关系降入冰点 这同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 上海以来英国首相的首次访华 也是两年多来中英最高级别的双边接触 因此十分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就立刻继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东方 谈谈卡梅伦这次的中国访问 为什么被称为荣兵之旅 还有这次的访华 有什么值得看的看点 东方 是的 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是率领了一支 规模庞大的商业代表店访华 那么在今天的消息里边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边 是第二条 刚才我们说为什么是破冰之旅呢 我们知道卡梅伦2012年5月 在伦敦的圣宝宝大教堂 与达赖喇嘛举行了私人会晤 然后呢 英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全面遇了 中国随后为了惩罚英国 行使了一系列的外交会晤 那么为了给卡梅伦这次访华之行 酷贫道路呢 英国官员事先就是说 卡梅伦在任期间呢 不太可能再次接见达赖喇嘛 不过未来的英国首相呢 可能还会 那么中国呢 把这个流亡的西藏的精神领教打在喇嘛 一直到现在称为这个是分裂分子 那么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也被中方称为这个核心利益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刚才新闻里面也看到了呢 卡梅伦呢 在人民大会堂和李克强一起检阅了遗仗队 便将于习近平和李克强呢 还要举行会谈 据中国外交部欧洲司的一名官员呢 说呢 这个虽然这个两年来一年来啊 中英关系陷入低谷 但是呢也并不是没有什么好的一方面 英国方面呢通过这一年更加理解了中方的核心利益 中方的所说的核心利益呢 就是绝对不能容忍外国政府 支持达赖喇嘛 支持西藏独立 支持台湾独立 支持新疆独立 支持法轮功等等 那么我们在当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边呢 我们看到卡梅伦和这个李克强举行会谈 总理会谈的这个画面 虽然没有听到卡梅伦的现场声 但是呢中央电视台广播员呢 说卡梅伦在这个和李克强会谈的时候呢 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英国呢不支持西藏独立 我想这几句话呢 也是这个卡梅伦能够成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那么卡梅伦的行程呢 除了北京以外啊 还要访问这个杭州 并且在和那个杭州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 另外呢他还要访问上海和四川的成都 英国BBC呢报道说 这个英国属性卡梅伦今天抵径访问的时候呢 否认不谈人权 他在北京表示呢 与中国建立互信 并不意味着要避谈人权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呢 刚刚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那么中英修复关系啊 也恰好从上这个习近平上任一年以来呢 实施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那么过去十天以来呢 北京最大的新闻就是划设了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使东亚地区出现紧张局势 中在英国公司在华的经贸发展机会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呢 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 通过电话连线连接到 在伦敦的特别记者江静玲 请他为我们介绍欧洲方面的看法 静玲您好 是的 英国首相卡梅伦呢 这一次高调的到中国访问 中国方面的 英国方面的期待是什么呢 是的 易华 卡梅伦正式到中国访问啊 是在英国才向这个奥斯本和伦敦市长强生 在今年十月底到中国访问后 跟英国签署了一连串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面啊 继续强化跟中国的关系 英国方面的期待非常清楚 那就是希望可以扩大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引进更多的中国投资到英国 那么从卡梅伦正式率领的 这个包括了英国商业 科技 文化 环境 等六位这个部长及内阁官员 和超过一百名的相关领域业者 高调访问中国 看来中国这个中英关系 对这个英国政府而言 毫无疑问的是十分的重要 而根据卡梅伦自己的说法 他带他对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 他说他相信这次到中国访问 是可以为中英的这个长期关系 变下基础 为未来呢不仅是 中国和英国甚至世界都将因此这个受益 所以基本上我想英国方面 英国政府方面 对这次首相卡梅伦到中国访问 是有高度期望的 是的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 中英的关系因为英国首相卡梅伦 去年在伦敦和西藏流亡政府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会面而冻结 那么这次这个卡梅伦访华 是否会再提到有关人权方面的问题呢 还有英国国内对这个看法又是如何 敬礼 是的 毅华 我们可以知道卡梅伦这次到中国访问 在英国国内确实有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在这个人权议题上 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 在他访华之前进行了一项调查 那么显示呢高达69%的受访者相信 保护西藏的人权 跟与英国政府维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 是一样重要的 或者应该更为重要 那么其他的这个维权人士 也敦促卡梅伦这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必须跟中国的领导人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 而英国的舆论除了支持英国和中国的合作交往之外呢 也都特别的点出来 就是英国不能够在原则问题上表现的太软弱 那么这个原则问题当然就是人权问题 而从刚刚的新闻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李克强和卡梅伦会面之后呢 中方是赞赏英方这个重申这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维持这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 而卡梅伦他在记者会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人权 跟你可以讲谈到人权问题 但是呢他表示这个新一轮的中英论话将在明年初举行 那么对于这个呢 我特别在连见之前问了这边的相关人士 那么首相府的这位人士 相关人士他表示说这个中英双方这一次的会谈 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么人权确实新英国关系的问题之一 但是呢他也提到就是这个意有所指的说 客人呢要尊重主人 您假执意英国在这个问题上 似乎在卡梅伦在中国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特别的审慎 那么另外一环很快的我要说的就是那个 英国方面这边还有一个另外的大家担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政府 现在对中国几乎是毫无禁忌的 从机场和能电群科技都让这个中资进入 那么这种大门敞开的做法 也在这边有很多人担心 可能会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我想这也是一个未来会有相当大争议的一个焦点 值得再关切一花 好的我们谢谢静玲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有关不过观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 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boachinese.com 请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新年将至 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4年礼品挂历 展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索取挂历请发电邮到 chineseatboanews.com 请在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 并在邮件中写明您的姓名 国家通讯地址和邮编 由于数量有限 欢迎尽快来含索取 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 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卫视新闻 在欧盟领导人试图说服乌克兰签署一个贸易协议之前 许多的乌克兰都对国家的未来感到迷茫 几十年的苏联统治之后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 许多人担心与莫斯科抗衡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德里萨尔维尔 从乌克兰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中部的农业区 军事胜利纪念碑和阵亡将士纪念碑 时刻提醒了人们苏联统治时期 1933年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 造成的大饥荒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 热尔克约维奇村村长蒂莫菲约维奇说 历史没有被忘记 每个人都谴责1933年的事件 但都把它归咎于斯大林 没有人指责现在的俄罗斯 土豆和玉米是这个村庄的生命线 大部分收成都出口到俄罗斯 蒂莫菲约维奇说 人们害怕脱离乌克兰的这个大邻国 经济不好 我们已经和俄罗斯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我们不能切断这些关系 和欧盟走到一起 也许欧盟的人确实生活比我们好 但是切断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不对的 当地农民伊格尔也认为 现在不是放弃俄罗斯的时候 不过他觉得欧洲一体化 关系到乌克兰的命运 我个人并不需要欧洲 但我的孩子 他们肯定需要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一部分 在基辅举行的青年拳击资格赛上 气氛很紧张 年轻运动员们来自全国各地 胜出者将代表乌克兰出战 也许会成为世界拳击协会 重量级冠军克里勤科那样的民族英雄 克里勤科现在是反对派人士 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关系 16岁的斯克里连科不确定 自己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首先我希望乌克兰独立 但加入欧盟也好 因为我们就可以免签证旅行了 但另一方面 所有的事情都将被打乱 经济可能真会受到影响 在基辅德街道上 数千名青年人聚集在一起 准备再举行一夜的示威活动 抗议者担心乌克兰错失一次历史性机遇 从而失去在欧洲的未来 马克希姆也参加了示威 我们今天要表达 我们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看法 我们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乌克兰的民主会有更好的机会 从城市到寒风呼啸的平远 人们比以往更激烈地辩论着乌克兰的未来 他们的两难选择是 走一条新路 还是坚持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教宗方济各把社区服务和关爱有需要的人 作为他的标志 他还批判国际资本主义制度 以金钱为中心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 教宗方济各11月27号星期三 在他的祖国阿根廷接受专访时 谴责了他所说的丢弃文化 认为这造成了欧洲年轻人的高失业率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接受阿根廷电影制作人 和参议员候选人皮诺·索拉纳斯采访的时候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金钱国王为中心的 不公正的国际体系里 当今的丢弃文化 把年轻人和老年人一起抛弃了 在一些欧洲国家 我就不具体提哪些国家了 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甚至更高 整整一代年轻人都不能享有工作 带给他们的尊严 我要告诉年轻人的是 要互相关爱 要有这种意识 不要让自己被抛弃 只有这样丢弃文化才不会持续 包容文化才能建立 教宗说 一个忽视青年和老人的社会没有前途 欧盟有近600万15至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 大部分在西班牙和希腊 这个月早些时候 欧盟领导人在巴黎开会 讨论如何解决欧盟28国创记录的青年失业率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 青年失业率可能是欧盟面临的最大问题 教宗方基各在阿根廷接受采访的前一天 他的首部宗作劝语书出版 菲斯切拉主教11月26号星期二呈现的这部长达84页的著作 批评资议发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专制 欠责贪婪和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更直接侵蚀我们生命的挑战 其中包括日复一日的不确定性和担心出现恶果的感觉 各种形式的社会差距 拜金主义和无形的经济专政 狂热和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自八个月前成为罗马天主教领袖以来 教宗方基各一直在呼吁世界领导人将关注重点 从争夺权力转到服务民众上来 他号召信众们帮助社区内最弱势的人群 教宗自己的谦卑受到人们的赞颂 教宗方基各还对环境污染提出批评 他在接受索兰纳斯采访的时候 指责了浪费宝贵自然资源 特别是浪费水的趋势 我们不能浪费或者污染水 我们必须关注天地万物 教宗是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教会之外 他在全球范围也有重大的影响 稍后第二小时 VOA卫视即将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 现在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宝申 你好 宇华 今天讨论有什么主题先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个就是中国化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我们知道这个识别区是11月23号北京方面宣布的 这个宣布是在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不断升级 同时也是中国18届三中全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的一个大的举措 这个识别区化了以后各国都做出了很强烈的反应 那么美国派出B-52轰炸机进入这一识别区 韩国还有日本的战机也进入这一识别区 同时到现在为止 日本的航空公司还没有向中国来报告他们事先要飞行的计划 那么这个也是美国副总统拜登这次访华的重要话题之一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当中 我们先来谈谈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是的 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最近几天来的最大的消息 而且也打乱了东海关系的现在的局势 那么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呢 这个话题也是和这个相关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10月下旬 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了四字的理念 这四字理念就是清诚慧荣 是新的这个指标 对 有很多分析人士说 这是反映了北京周边国家外交的一个新思维 也体现一种多元化 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一个四字的理念推出后 不久中国就宣布划设东海识别区 那么它这个清诚慧荣是针对哪些国家的 哪些国家不在它的清诚慧荣的范围之内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进行讨论 好的 看来这个外交的政策 接下来中国领导人将怎么采取它的方向 是的 好的 谢谢保申的介绍 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VOA卫视 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火箭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它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守墙有一个非常银河的 你们有他吗 欢迎收看左提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克服中华民国政府拜承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一辆载有100多名乘客的火车 星期天早上在纽约出轨 造成4人丧生 60多人受伤 这趟通行火车列车的七节车厢 在布朗克斯区一段铁道弯道处全部出轨 前部的车厢划出铁轨很远 在即将划入哈德逊河时停住 紧急救援部门官员说 死者当中有三人据幸是事故发生时被甩出车厢 救援人员在车厢里找到另外一名死者 救援人员必须使用切割设备救出一些乘客 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普拉托市一家中国人拥有的服装厂失火 在厂内非法宿舍中睡觉的至少7名工人被烧死 星期天凌晨这家服装厂失火的原因还不清楚 普拉托地区已经成为华人生产廉价物品和服装的中心 许多工厂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非法移民 这些人在几乎奴役的条件下工作 托斯卡纳地区的领导人恩里科·罗斯说 这种状况是一种耻辱 他还说那里是欧洲非法劳工最多的地区 意大利当局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关闭这些工厂 但是基本上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 中国发射了第一个在月球表面行走的机器人 月球车巡视器 这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最新进展 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 在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 携带玉兔月球车巡视器 搭乘长征三号以增强型运载火箭升空 嫦娥三号预定在12月中旬 在月球表面软着陆 玉兔月球车将探勘月球土壤 寻找自然资源 六个轮子的玉兔月球车 重量大约是130公斤 可以耐300摄氏度的温差 自动躲避障碍 承担数十项科研任务 上一次在月球软着陆的国家是前苏联 硬着陆的相对容易 中国2009年发射的嫦娥一号探测卫星 曾经受控撞到月球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 中国将是1976年以来 第一个是探测器在月球上软着陆的国家 也将是有史以来第三个在月球登陆的国家 前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前苏联 另一方面 星期一在北京落幕的一场艺术拍卖会 总成交额高达十多亿人民币 其中当代画家赵无极的一幅作品 已将近9000万落锤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 正在大力进军中国市场 中国是全球最热门的艺术品市场之一 苏富比在北京举行的这次拍卖会上 期间法国华裔画家赵无极的一幅作品 成交价创下新记录 苏富比亚洲区执行总裁 程寿康对新闻界表示 拍卖会总价值刚好超过两亿美元 这次拍卖的作品既有现代中国艺术品 还包括19世纪欧洲艺术品 另外还有西方现代大师 伦伯朗和毕加索的作品 程寿康身后摆放的那幅画 就是法国华裔画家赵无极的作品抽象 这幅作品最终以8968万元人民币成交 创下了赵无极本人作品价格新记录 拍卖和展销现场群众络绎不绝 现场保安严密 一名57岁的企业家也参加了拍卖会竞拍 他说 这是一个新的拍卖形式 对中国目前来讲 各大拍卖公司行业 现在是一个新式的 也是开拓形的 对我们来讲也是第一次来的 还是印象感觉还是很好的 不错的 不过也有行家认为 此次苏富比北京拍卖会 总体表现平平 因为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直非常疯狂 和钱的大量涌入 使得中国艺术品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危险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新闻 来自美国各地的移民权益活动人士 绝食活动已经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感恩节第二天 来到绝食者帐篷 看望绝食者 告诉他们 移民的改革一定会成功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感恩节第二天 来到绝食者们居住的白色帐篷 他说 他对绝食者们的行动感到自豪 被认为是移民改革法的关键人物 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 虽然同意移民改革的重要性 但是他还没有安排 在年底前就移民法进行投票 相关的委员会在继续工作 目前有很多私下的讨论 我们在努力寻求尊重常识 和循序渐进为基础的最佳方式 来解决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绝食者们从11月12号就开始绝食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许多政界人物来看望过他们 包括奥巴马总统 拜登副总统 和多位支持移民改革的国会议员 民主党众议员鲁宾·西诺赫萨 呼吁占众议院多数的共和党人 赶快行动 很多人说立法日程剩下不多了 这么说是不对的 众议院议长完全有权利 把法案送交全体员会 让435名议员进行表决 参议院在6月份通过了移民改革法 为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 争取公民身份的机会 但是这个法案没有得到众议院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 一些议员批评这是对非法移民的大赦 共和党众议员斯蒂夫金说 如果我们奖励了那些犯法的人 那么就会有很多的人犯法 人们在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 是否在年底前就移民法投票的同时 也关注这些绝食者们还能支持多久 VOA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环保现在是全球都在关注的议题 美国有许多的机构和团体 都致力于发展科技保护地球 今天VOA卫视绿色系列节目 将带我们探讨美国各州和私营企业 发展新科技保护环境的努力 今天要介绍夏威夷一个自然能源实验室 请看下面的报道 水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资源之一 也是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的研究重点 这个实验室本身被水环绕着 它和最近的陆地要相隔1800海里 格里格里巴布尔是这里的执行主任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来自海洋的原始状态的水 为基础 巴布尔说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每分钟 同时把近5万加仑的海面温水和海底冷水抽到岸上的设备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双重温度海水体系 是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 有别于其他科技园区和实验室的独特之处 实验室执行主任巴布尔说 我们的管道1万英尺长 能深入到海底3000英尺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 水在那样的深度是非常冷 富有营养成分 非常纯净 因为它深藏于海底几个世纪 这是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的盖特威访客中心 这栋建筑的宗旨就是清洁再生能源 盖特威访客中心是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管辖的 夏威夷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园区的入口 这里有30多家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的客户 这些客户大多数与可持续技术海洋研究有关 访客中心的冷气产生于夏威夷海底温度非常低的海水 实验室执行主任巴布尔说 我们80年代初在这里发明了深海海水冷气体系 它可以说是效率最高的冷气体系 比通常的冷气效率高80% 我们是用深海的水来冷却淡水 然后用淡水来为建筑物制冷 深海的咸水不会流入建筑物 这样就不会造成侵蚀 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完成过多项创新研究项目 这里是创新和新科技发展的理想地点 实验室主任巴布尔说 我们在努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大岛是夏威夷所有的岛域中能源效率最高的一个岛 它的能源目前30%来自再生能源 夏威夷自然能源实验室利用水资源进行海洋研究和技术发展 包括替代能源生产 水产养殖 海洋生物科技和农业 这些与夏威夷可持续未来息息相关的领域 接下来装有太阳能电池的卫星定位系统 是采用高科技 使得鸟类专家能够收集鸟类迁徙的重要数据进行研究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如果你发现鸟儿穿着小吊带 上面附着一个小太阳能供电的无线电发射器 请不要感到惊讶 你也不用担心这些鸟儿是执行监视任务的秘密间谍工作者 它们是一个特定的野生动物调查项目的员工 如果这些鸟儿飞到你附近 请不要打扰它们 每天太阳都在帮助科学家监视全球各地的野生鸟类和宾威物种 罗伯特·吉尔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研究野生动物的生物学家 他与阿拉斯加科学中心一同工作 我们研究候鸟 我们研究那些完成了繁殖的鸟类 它们有的跨越国界 有的跨越南北半球 极地和海洋 有的鸟儿飞到了亚洲 有的飞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还有的飞到了南美洲南端的巴塔哥尼亚地区 这些都是长距离的迁徙 需要花上很多天的时间才能到达 这些连接到鸟儿的设备采用先进技术 使得野生动物专家能够收集非常重要的数据进行研究 而这些研究很可能会帮助到你 比如 卫星跟踪数据提供的信息 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鸟类和禽流感传播之间的联系 吉尔说 安装在鸟儿身上的带有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发射器 有助于它和科学界研究鸟类的迁移模式 太阳能供电的发射器 被巨似浮乙锡材料制作的背带固定在鸟儿的背上 这种材料会逐渐磨损 在几年内从鸟儿的身上脱落 近年来 生产全球定位系统发射器的野生动物公司大大降低了这些设备的尺寸 每个装置的重量仅略超过5克 并装有两个非常小的太阳能电池组件 给一个微小的电池充电 这个光能技术再次证明太阳能具有无限的潜力和机会 不仅可以产生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也对冰威物宠的保护工作有所帮助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盛传一份 被称为习近平819讲话的文稿 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在该文中呼吁全党亮剑 抢夺舆论阵地 与此同时 微博的言论空间受到打压 央视针对微博造谣和传谣的现象 对微博进行炮轰 分析人士认为 央视此举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当局整肃微博造势 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社交网络软件 被指涉黄而遭到央视的抨击 网民认为中国当局最擅长以打击低俗之名 行钳制舆论之实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江和 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的详情 继整肃微博上的大V之后 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又开始指责网络社交软件微信了 11月18日 央视综合频道在其生活早参考栏目中 播出了一个微信色情调查节目 该节目揭示了信工作者如何利用微信中附近的人的功能 发布黄色招票信息 使校园里的年轻学生深受毒害 央视新闻频道也播出了该节目的简化版 微信是腾讯公司2011年1月推出的一款软件 它是当今中国网络社交媒体中的佼佼者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文字、图片等信息 与其他网友进行互动 今年上半年 微信用户已突破4亿 成为中国目前最火的网络社交平台 与注重信息传播的微博不同 微信侧重的是交流 而且更具私密性 通过附近的人之一功能 微信用户可以搜索到半径两公里之内的 其他用户并且可以进行互动 央视对微信这一功能的抨击 引起许多网民的不满和警惕 网民Spruce Spruce指出 QQ默默都有类似功能 央视被收买了? 独立评论人老徐时评告诫网民说 连续几天 央视专题讲微信招调的事 传递出一个信号 即整肃微博之后 相对宽松的微信 也要被严厉监管了 特别是发在朋友圈公众号的文章将被关注 肯定也会有一些我行我素的 会被注销微信号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自身媒体人史菲克在推特评论说 这一周的个人用户体验 是对微信的管制正在加剧 首当其冲的是微信群和长文章链接 我相信年内扩展到朋友圈不是问题 管制目标应当是尽量将其限制在 点对点的社交媒体 网民黄孔雅说 搞完了蒋民生的微博 这次又插手私隐领域的微信了 魔爪无处不在 网民卡弗林说 这个新闻暗示 政府可能要以此为借口来限制网络自由 网民房中树称 看这意思 大裤衩审判完微博大V 接下来要干微信大圈了 现在快报资深编辑郑小卫说 看到央视打微信 说微信涉嫌招嫖信息 想到里根总统反对控枪的一句话 枪不杀人 是人杀人 两国思维方式相差巨大 前者简单粗暴 后者抚慰人心 有的网友议论说 研究发现有了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后 就有了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的出现是由于有了交通工具 所以应当禁止制造交通工具 你同意吗 Westmont说 有什么稀奇呢 通讯联系工具可以被任何人家以利用 Craigslist不也被有些人用来卖不该卖的吗 这位网民提到的Craigslist 是一个创办于美国的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一些网民甚至认为央视此举客观上起到了较缩嫖娼的作用 网民爱跑步的HZ说 央视的编导和记者居然调查微信招嫖色情交友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 并做了专题在新闻节目中播放 报道之详细还请来专家指点迷津 俨然走的是科教片路线 没用过微信的按图锁记即可 太平金黄鱼调侃说 微信可以招嫖 以前怎么不知道 谢谢普及知识啊 网民耳东辰在跟帖中称 央视涉嫌替微信招嫖打广告 众所周知 色情行业在中国大陆各地泛滥 由来已久 尽管中国的法律明令禁止各种色情活动 但各个城市几乎都有具有当地特色的红灯区 最近发生的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仪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许多网民认为 中国的网警和有关机构对于异议人士及其言行 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封杀 但对于色情活动的打击不是时松时紧 就是点到为止手下留情 网民Bakir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气愤地说 中共官员自己包儿奶 嫖娼 喝人奶 说微信染黄 中国到处都是妓女 男澡堂里都是女人 哪个宾馆里没有妓女 最黄的就是政府自己 另一方面 央视的节目认为 腾讯公司在处理微信招嫖问题上应对不利 除了腾讯技术上存在的漏洞之外 央视声称 在他们的记者举报招嫖账号近两周之后 腾讯公司仍然没有封停那些账号 央视的节目还引述人大法学教授刘俊海的观点 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对微信实行实名制 最近 中国当局展开了来势凶猛的亲网行动 网络大V薛满子和一大批普通网民纷纷锒铛入狱 历史学者张立凡 北大教授张千帆 人大教授张明 等敢于大胆直言的学者的微博账户被封杀 官方媒体称 最近新浪微博处置了10万个违规账号 微博惨遭整肃造成的寒蝉效应 把很多微博用户推到了微信平台 目前微信的活跃程度已经逐渐超过微博 许多公众人物都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向用户推送信息 广州知名作家也都认为 与那些公众账号相比 中国当局更为忌惮的是在微信上的草根意识群体 他们就多种话题发起讨论 无形中就完成了结社的出行 这让官方很头痛 知名时事评论员刘一鸣 在题为央视炮轰微信色情是当局打击微信前夕的评论中指出 央视向微信开火 显然不单单因为色情信息 更因为政治敏感信息 此举是为官方后续的整肃微信行动造势 因为只有以打击色情之名整肃微信 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 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黄品源演唱的流行歌曲 小微改编的恶搞歌曲微信 结束这期的火强烈 一个社交的小平台 他的名字叫做微信 他拥有共夺拥护曲 他被指涉嫌染色情 微信啊 你可知多敏感话题 可能是你 反正之大地 若是领导不满意 或许有的罪名送给你 美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该怪谁 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 为什么 上面这个体能见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 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 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头不放呢 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练包和马速超通的 保识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 焦点对话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 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关于扫兴的词 Spoiler Ale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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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透 Have you seen Monsters University yet? 你最近看了电影 怪物大学呢? 还没呢 但是我决定 今天晚上去看 awesome it's such a good movie and spoiler alert you'll see Sullivan 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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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iler alert spoiler alert don't tell me don't tell me you're gonna ruin the movie 挺好的 这是不好电影啊 给你剧透下 你会看到 Sullivan 剧透剧透 别跟我说了 你跟我讲了 电影就没看透了 Buzzkill Buzzkill awww Buzz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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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o xin How was the movie How was the movie? 煎银 怎么样啊? It was fantastic but my boyfriend stead me up he said he had to work overtime 很好啊 但是我的男朋友 放我鸽子了 他说他今天 得加班 awww what a buzzkill awww 真么小兴 It's okay That's just him he's a workaholic 没事啦 他就是这样 他是个工作狂 awww Bummer Bummer awww what a b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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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坏消息 或者让你心烦的事情 Hey Marissa What do you have going on tomorrow? I'm going to throw a party I hope you can come Hey Marissa 你明天有空吗? 我准备办一场派对 想让你一起来哦 Hmmm Let me check my schedule Let's see awww Bummer I have to work that Saturday awww 让我看看我的安排哦 awww 糟糕 我要工作了 What? That is a bummer Come on Tomorrow is Saturday 拜托 明天是周六啊 I know I'm so sorry Such a bummer 我知道哦 对不起哦 好烦哦 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 你经历过什么扫兴的事呢 是不是一个 bummer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OMG美语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EOA卫视新闻第一个小时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E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李一华 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 最后美国首都华盛顿 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的熊猫宝宝 12月1号 明明仪式 小熊猫出生之后 原方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美国驻北京大使洛家辉 中美保物园和保育团体 提供了五个命名建议 包括木兰珍宝等等 经过十二万三千多名网友票选 由宝宝胜出 不管是小熊猫还是名字都十分的可爱 这是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经过多次努力 成功生出的小熊猫 因此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熊猫可爱的画面 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宝胜和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